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邀请小房加入耐群组 和亲友一起找寻最适合你的房子 全台于八成介绍中心不在基地上 对不对 你以为在你去看个预售屋 然后这个地方环境美气分家 你就觉得说啊 以后住在这里很漂亮 结果居然有八成的介绍中心不在基地上 只有两成在 那不是很扯吗 你以为在这里的时候就觉得不在这里 那销售人的话数会怎么说呢 他们会说 是啦 是啦 我们就是在这里啦 可是他并没有讲我们房子盖在这里 他只是讲说我们人就在这里 就在旁边啊 正后方就在正后方 正后方有多远 十公里处吗 还是十公尺处呢 没讲清楚 所以销售人一利用各式各样的话数 来告诉你说 就在他附近 旁边 我等下带你去看一下 哦 那边啦 那边啦 然后你搞不好也不好意思问你说 是不是在正正 真的在这一块地的正上方 盖房子 以前在我小时候呢 预售屋大概都是在原地址盖接待中心 那后来等到我长大之后我发现 因为原地址可能它有很多瑕疵的问题 比如说像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房子长这样 你敢在这里盖房子吗 人家一看就知道 高架桥挣前方 我为什么要在那边买房子 我是头壳坏掉了吗 是不是 所以一定是稍微远一点啊 用些东西遮起来啊 或是直接放在一个很棒的地点这样子 然后让你觉得好像就在这里 然后他再给你一个什么蓝图啊 模型区啊 然后就会觉得哦 好像买到一个什么漂亮的东西哦 最有名的案例是这个 这一根房子 新店的人都知道这根房子在哪里 这里是那个快速道路下来的地方 然后我就是从这边要去好房 只要每次来好房人都会经过这个社区 然后这是一个湾区的一个引道 然后下去 然后这边有个庙 然后这边很多破铁皮屋工厂什么等等的 我们不管这附近有什么任何计划 现况 这这个房子盖好到现在 也大概有好多年来头了 这么多年的时候 你还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大弯刀的一个快速道路上 然后呢旁边这个庙 还有这个房子 还有底下一堆铁皮屋回收区 资源回收的人 就在你脚下活动这样子 那你要想 这房子的买家都是笨蛋吗 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都笨蛋 至少要去测一下我也不是很确定 到时候这屋主来告诉我 你诽谤我怎么办 但是这种房子你会买吗 你知道他接的东西设在哪里吗 我想你们一定知道 知道的网友一定知道 这个房子的接的东西设在哪里 这个房子的接的东西设在哪里 这个房子的接的东西设在台北的 远气饭店隔壁 在安和路上 但我相信他们在销售的时候一定有讲说 他们在新店的河边 他不会这么无耻的说 我们就在安和路的远气饭店隔壁 盖一个房子 没有 所以如果说实在是 你知道吗 有一些归国华侨 或者是说是那种 住美国酒出欧洲酒的 真的是笨笨傻傻 口袋又很有钱的那一种 回来看他说 哎呀在远气旁边好舒服 喝个下午茶 他就牵了 然后跟他讲说 这房子在新店那边 他也可能会买 因为对他来讲 没关系啊买个未来啦 这个公司这么大 应该不会骗我之类的 销售人的事业线这么大 看了就很爽之类的 什么事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这种房子居然出现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们买一个预售屋 如果是地点不一样 既然我刚刚讲八层的地点不一样 八是这样 八是这样 鞋屋甚至旁边 所以他会放接待中心 接待中心会移到外接单 旁边有什么便电所 你看新装不就是如此吗 新装有很多的接待中心都放在 中央路上 甚至是中原路上 因为那个是交通要道 但是旁边没有闲物设施 然后只要我等你房子盖好之后 你变成高架球第一排 你会吐血 板桥的江翠北侧也很多 不是盖在接待中心上面 是盖在那种交通要道上 让你觉得好像地点很好 结果你到现场一看 你就哭出来了 现场闭刀乱刀什么刀都有 怎么住 是啊 你有这么聪明吗 你要去现场看啊 然后 房屋没有警官 只要是房屋 像这个案子没有警官 他就不会设在这里 他接待东西设在这里 那个车子连过去都很难过去 连那个引导都做不了 你只要贵客从台北市开到新店 他就不想开 所以这社区目前买的人非常的少 除了没有警官才放外接待 然后才来骗你啊 然后你上车 你自己活该 怪我是我的错吗 你自己要买的 我并没有保证你有警官 巷弄狭展 我曾经去一个接待中心 去一个社区 它那个社区是在五米巷内 就是大概是 消防车每一场可以进得去 开车就是单行道 它的单行道里面 你如果开车进去 说这个房子要三千万 你才不会买 傻子才买一个那种小小的 然后花三千万五千万 你是笨蛋吗 我想你也不是笨蛋 所以像小仔一定放外接待的 还要说吗 现场荒凉一片 很多地方都很荒凉 你以为台北市人很热闹吗 全台到处都是荒凉 你知道台中的那个北屯 捷运机场居邻站旁边所有的房子 北屯几乎都在外接待 然后台中卖房子几乎 不要讲几乎 几乎一点过分 就是只要在台中卖房子 很多的接待东西都设在七期重化区 为什么设七期 因为七期是台中最贵的地段 然后可是真正地点都可能不在七期 北屯拿到七期去卖 南屯拿到七期去卖 都有 骗谁 骗盘子啊 台湾真的很多盘子 尤其是那种不住在台湾的盘子 真的很盘 那我想这些盘子 大概也不会看我们的节目那也没关系 那就继续盘 才能够维持台湾建商的一片荣景啊 那高雄当然也是啊 如果你知道你家的隔壁是便电所 农石榴 你有可能会买吗 你又不是笨蛋 对不对 但重点就在于 你会不会拿着图 找销售人员去指定跟你讲说 在这 方位是这样 然后房子会这样子盖 而不是这样子盖 你不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是我呢 如果是我 你问我该怎么办 我就会拿着蓝图 不是销售图喔 要蓝图 然后跑到那个现场 一定要规定他告诉我是哪个现场 然后对着马路把那个图纸 这样子摆来看 那当然现在科技发达 所以更简单的 再去买一台空拍机 这个有网友做过 他有跟我分享过 买一台空拍机 你买五楼 就请空拍机升到五楼的位置 掃一下 看看看到什么东西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 隔壁有公寓 然后你想要超越公寓的顶楼 结果呢你家窗户没有算好 你的窗户居然是他的水塔 不是五穴 那个水塔就是那个药灌煞 这叫小事 大事就是那个水塔 包括加压马达 三星半夜整天跟你 哭死你我跟你讲 真的我们家第一楼层的住屋 快疯掉 因为隔壁真的就是那个 那个公寓的加压马达 它的窗户正旁边 三星半夜开的那个 他故意还不弄好 这样子很吵 对啊那你多会买 如果是城屋的话 你看到这个你绝对不会买的 每个人都有正常的智力啊 可是你如果爱买预售 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请小心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 好奇好了 好奇在这期啊 是一半月兴权吧 需要更奇等的 好奇奋 好奇啊 好奇 acid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